我想知道这期间您跟这个酒店沟通过吗 在路径的这些酒店里面没有沟通 其实早年 刚开始的时候 你发现这个问题的时候 你是会尝试着跟酒店去反馈这个问题 但就是你比较遗憾的 就是你反馈之后 你发现说其实并没有什么改进 后来我猜就因为说 这个东西可能是因为为了加低成本 然后的话你一个客人投诉 那最多就下次的时候 给你个人注意一点 但事实上即使是说 你下次你再去住的时候 你还是发现它还是怎样 所以怎么讲 对我来说面临一个选择 第一就是好 拿着你的黑材料去搁酒店 我说你给我钱 要不要曝光你 但这事咱们干不出来 第二种方式就是说 我跟酒店讲 以后我是你VIP 你就把我的给我打扫干净也行 那如果这样 那我爸妈住酒店怎么办呢 或者我朋友住酒店怎么办呢 还有那些带着小孩去住酒店怎么办 尤其是你带着那个很小的那个baby 就那婴儿去住酒店的那些朋友 那怎么办 对后来我想其实这样就 既然你要抱 你就 捅马蜂窝 你就你就一次性捅了吧 您有没有一个预判 就是我比如说做到一个什么程度 然后我能预判到说这个东西应该会火 就是就是应该会火 当时我不知道说这个火是不是会像前面几次那样 就是就是火完之后 反正中国很多热点 对吧 明后天可能又有一个什么大的新闻出来 把这事盖过去了 那所有的决定就发个声明 说我们注意到这个情况 我们处理了这个服务员 然后以后我们会改进 至于是不是真的改进 那谁也不知道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是 我一直强调说 这一次一定要逼着这些 倒逼这些酒店 做两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就是 咱们是有那个悲剧的喜销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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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什么流程的 就国家是有这个规定的 你就好好的去执行 第二个 你们所有的酒店 都有一个内部的这个管理规范 我看过这些规范 不是没有这个规范 是有的 它不是一个新问题 是老革命遇到的是老问题 这是一个问题 为什么老革命遇到老问题了 有的人就反馈 说觉得这个问题 可能就是解决不了的 当然解决得了 我就说 总一会 无非一个月 比方说 我跟其中一间酒店 就已经改过了的酒店 总是探讨过这个问题 我问他说 那个 如果一个300件 家你们酒店 300件客房 如果说你把 当天入住的 这个房间的杯子 都统一回收喜销 会增加多少成本 他跟我算了一笔账 他说我可能得增加两个月 但喜销金我本来就有 然后的话呢 中间可能还会增加一些 就是能力的 这个成本 大概算了一下 就每个月大概就是 增加个三万多 四万不到的成本 我说一个国际五星级酒店 在当地上很好的一个牌子 那你三万多的成本 应该不是一个特别离谱的 一个事情 所以就只是在于说 你想不想去改 想不想去做 如果说你做到了 即使一年花下 多花个三十十万 大商客楼放心了 客人就愿意来你这做 那不是更好吗 当然不是你看不到 这个上海旅游局 已经说 我来的路上 就是有人发微信给我 他说他们去查 但我很怀疑能查出什么来 因为这时候去查 你能查出什么来 你觉得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他们现在除了去查 他们还能做什么 我觉得就是 监督这个事情 就我刚才说的那两个解决方案 第一个就是 以后能不能这样 就是咱们规定 所有的大姐 在做保洁的时候 你就别在房间里面洗这个杯子 你只要负责把粘杯子回收 把干净的杯子放回去 然后这个怎么清洗消毒 你不是有一个洗消间 肯定是有录像的嘛 对不对 这个我觉得可以做得到 这是什么做不到的 第二个就是说 如果说你还想让客人放心一些 给那个前线的工作人员 一个约束的话 或者说是 或者说是一个警示的话 你让他上岗的时候 像咱们公安一样 带一个记录仪 记录仪的目的 不是说我全程要监督你 而是用来抽查 我觉得有这两个举措 至少杯子的这个事情 是能解决的 至少是说你去做这个清洁客房卫生的这里面 就不会有大的问题 我不是做这个生意的 我不是卖那个记录仪的 但是但是我觉得说这个东西 从我想了一下 因为有粉丝在那个微博上跟帖 他就怼我嘛 他说你光会发现问题 你都不知道这问题解决的多难 我说有什么解决的 有什么难的呀 我说的 你会有什么词 我先带你去做这个 我先带你去做这个 你会知道 我希望 это 朋友说 其实现在 1800